应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的邀请,泰国总理巴玉与夫人将于11月27日至28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巴玉担任泰国总理以来首次访问越南。 越南与泰国于1976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以来,特别是越南加入东盟以来,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并不断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展势头良好。 2013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福仲访问泰国期间,越泰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自2005年以来,两国高级军事代表团互访频繁,旨在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双方常在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高科技犯罪、贩卖人口犯罪等领域交换经验。 泰国与越南在发展与开发东西经济走廊中加强合作,以及加强开发两国间各条国际直达航线等。 双方已经签署了职业培训合作备忘录,同时正在积极起草劳务合作协议等。 8月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继续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就寻找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农林业产品等领域合作的具体措施交换意见, 并同意在包括美工核次区域在内的地区与国际合作论坛上加强协调配合等。 感谢观看